探索科学新知 体验生活科学 今天的发现科学粘体要带你来关心到 乳癌是台湾妇女发生率第一名的癌症 而目前最具医学证实能够提早发现的筛检方法 就是乳房X光摄影 只是台湾每年的筛检量有大约86万人 为了顾及医疗品质 马建医院跟中央大学洗手合作 研发了乳房摄影AI辅助诊断技术 带您一块来深入了解 在台湾每36分钟就有一名女性罹患乳癌 是女性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 对此政府鼓励国人女性定期接受检查 尤其国内研究显示 45岁至69岁的女性 每两年一次进行乳房X光摄影检查 能有效降低41%的乳癌死亡率 是国际上最有效的筛检乳癌工具 台湾的乳癌病人一年一万多人 所以是非常多的这样子的 然后政府有一个很重要的乳癌的筛检计划 筛检的时候一般是要看年龄来决定 要做什么检查 可以做乳房摄影或乳房超安波 年轻的女性大概会做乳房超安波为主 45岁以上的病人 我们就会考虑做乳房筛检 不过台湾每年的筛检量约有86万人 对于负责筛检报告的医师来说压力极大 为了顾及医疗品质 马杰医院与中央大学携手合作 研发乳房摄影AI辅助诊断技术 要让AI成为叛毒最佳助手 中央大学创新AI 研究中心团队 运用马杰医院提供的大量乳房摄影 临床数据 建立完整的乳房病征资料集 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 就能够侦测与分类乳房组织中的 肿块与概括点 甚至能判断出原本没发现的微小病灶 希望借由AI来整合这个医疗大数据 来替这个智慧生医 还有精准医疗来达到一个关键的作用 来到马杰医院乳房摄影影像中心 跟着放射师的引导 模拟乳房X光摄影检查 透过不同角度的拍摄 它可以侦测乳房钙化点 与微小肿瘤 尤其乳房钙化点 是乳癌的表现之一 提早发现 就能让民众及早进行复检 或确认诊断 只是乳房X光摄影检查 仍有其限制 尤其台湾人的乳房偏致密形 会导致X光的穿透度较差 容易有误诊的可能性 得额外再进行乳房超音波 进行最后的把关才行 只是筛减量庞大 在医疗人力有限的状态下 往往筛减报告得等至少一个月 才能拿到 代表患者需花费更多的等待时间 这其实对患者来说都是以大煎熬 如今医疗导入AI技术 AI就能预先将高风险的病人筛减出来 让医生可以先针对有问题的影像进行判读 可加快筛减报告的产出 有机会当日筛减 当天就拿到报告 能大幅减轻医疗人力负担 目前乳房摄影AI辅助诊断 已进入申请专利阶段 即将在未来实际运用 不过团队也提醒 乳房摄影AI辅助诊断技术 并非想取代医师 而是要协助医生 盼能缩短医师判读时间 同时加速筛减报告的产出 让医生的工作状态 与病人的就医需求 都能得到高品质的照顾 感谢观看